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每逢节假日 电视里播放的精彩的文艺节目 都会让全国的百姓看得很热闹 很高兴 很乐呵 但是在2007年9月底 就在临近国庆和中秋的时候 在江西省慧昌县的老百姓高兴不起来了 为什么呢 江西省慧昌县 东陵福建 南靠广东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 有线电视的线蓝飞越了一个个小山丘 紧紧地把一个个村庄连在了一起 目前 有线电视网络已经覆盖了整个会昌 没有有线电视对于山里的居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我们接到用户投诉 说这边信号中断 后来当时我们刚开始以为是一般故障 后来通过排查 发现这电线杆之间的那个电缆全部被盗 经过统计 总共有150米的电视线缆遭到了破坏 导致了120户居民家中的电视讯号中断60个小时 工作人员立即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了案 随后民警赶到了现场 这个地方 电线杆上的有线电视的闭路线的全部都没有了 从山的那头到山的后面 全部的有一百多米都不见了 民警经过对周边的仔细勘察 发现了作案的具体位置 通过对现场周围的搜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有一堆有线电视的残骸 一堆电视线被踩成了一段一段三米五米之类 里面的铜细全部不见了 这个就是有线电视传视线 即使这个也是跟我们家里的有线电视运务线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个外面是塑料 里面就跟小小的铜细 现场遗留的痕迹只有一些凌乱的脚印和大量被削去的线蓝的外皮 由此警方判断 贩子嫌疑人应该是把线蓝剪断之后拖到了这里进行剥皮抽取童心 犯子嫌疑人挑选的作案地点是在一座小山上较为偏僻 周围只有一座平房和一条近善的公路 旁边有个坐水泥管的那个工地 水泥管立在马路旁边 它躲在那个水泥管后面 正好如果有车辆去过我们 它就看不到你 当时为了查找线索 警方继续扩大搜索的范围 在距离现场几百米外的珠兰大桥又发现了一处被破坏的线来 我们认真看哪些现场都是犯罪嫌疑人就是选择比较低 那个电线杆上有些电子杆比较低的地方就爬上去剪到两头 然后就把线剪成差不多一米两米两米到三米的一节一节 然后在现场附近就用比较锋利的那种刀去割割那个皮子 在这两个相距较远的地点 作案痕迹相类似 那么这会不会是相同的案犯所为呢 现场就发现了很多脚印 在珠兰大桥那个案发现场也有脚印 我们通过那个对脚印的比对 就发现他们是比较相似相近 应该就可以认定同一个人所为 发生在惠昌的这起案件 犯罪嫌疑人目标很明确就是县栏里面的铜 因为铜材的价格很高 偷了铜是可以去换钱的 经过走法 警方一直努力想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没有想到事隔仅一天 在县城另一端的麻州镇 警方又接到了一起类似的报案 第二次所造成的破坏比第一次案件更加严重 总共有400米的线栏被倒戈 造成了50户居民电视信号中断24小时 警方分析 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虽然处在县城的另一端 但是作案的现场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 相似点的就是都是选择那个比较那个线杆比较低 把头发两头剪下来 剪两头剪成一段一段 一米两米三米这样的不规则 然后最主要我们看到那个装的那个销的那个工具啊 都是比较锋利的那种工具 一刀形成这样割 割下来 而且割的那个角度啊 还有一些角度都是很相似 由此判断 作案的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另外从现场的痕迹判断 作案人能徒手攀爬线杆 并且可以用刀具削去大量的线揽外皮 这应该是年轻的男性所为 警方根据对贩子嫌疑人的大致判断 在周边的村镇进行抹排 但是两天之后 警方又接到了第三次报案 这次犯罪现场是在距离第二期案件两三公里外的一个小山头上 到现场了我们就发现从这根电线杆起 就在这个地方被剪断了 然后一直到对面 对面那个农舍前 地球线都剪断了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就看见那个线都掉在地上了 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可能两到三米 一小段一小段 都不表皮都剥掉了 同时被取走 整个现场非常凌乱 一定都是 作案人仿佛是在与警方捉迷藏 这第三次的作案地点特征 与前两次的也大致相同 破坏程度比前两次都大 总计有七百多米的电视线缆被割断 通过遗留在现场线缆的外批数量 贩子嫌疑人应该在现场逗留了更长时间 附近的一片草丛之中 竟然还有作案人吃喝之后的遗留物 有啤酒瓶 我当时还闻了一下 还有点酒味 好像还是新鲜的那种酒味 然后旁边有个红色的塑料袋 还有那个烟丝 用鼻子闻了一下 那香烟味的还有 应该是不是很久的 我们分析就是这个 非常有可能嫌疑人 在那里呆了 呆了一段时间 作案是过程在休息的时候 有啤酒瓶就有可能有指纹 半夜民警的确取到了 瓶上留下的指纹 如果这个作案人在当地有过前科 那么他的指纹就会存档 查到这个人并不困难 在本省的我们那个电脑 就查询了一下 就是没笔中 有犯罪嫌疑的 这条线索是中断了 那么啤酒和烟业还能告诉民警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像这样的东西 应该不会很远的地方带来 究竟买这些东西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们分了一个组 把麻州镇的 所有的小卖的 有卖严实的都走访了一下 由于案发前晚 正好是中秋节 买东西的人很多 民警的走访 也没有什么成效 犯罪嫌疑人的连续作案 破坏的程度有增无减 此时又临近国庆十一 惠长县公安局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应该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伙人 所谓为并案侵察 第二个接纳点 就是趁很短的时间 不太小 是流传状 警方根据三起案件的发生地点 做出了分析 犯罪嫌疑人 总是选择一些乡镇的周边 总是在挑选离地面较近的线杆 而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延伸下去 在这片山地区域 有线电视电缆的架设 使用的都是离地较近的低杆 像他这种 有点像那个顺时针 按照时间顺时针这样选择过来 我们分析 下一次作案非常有可能在 沿着路走 在右水 高牌或者小龙虚 这一带发生 可能就也就是近几天的事情 这次布防 警方会跑在犯罪分子的前面吗 警方在右水箱 高牌箱和小龙箱进行了布控 要求乡镇的有线电视站 加强防范进行巡逻 但是还是防不胜防 第四起案件 居然又如期而至 其实犯罪嫌疑人 这次作案的地点已经距离民警布控的地点很近 只不过因为他作案的时间较晚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抓捕时机就又错过了 那么这个猖獗的作案人 他还会继续作案吗 仅仅一天之后 另一个乡镇的有线电视工作人员 向民警反映了一个新的情况 民警跟随着电视站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这里就是警方已经推测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会继续作案的那个小龙巷 经过现场勘察 民警认定 应该还是那个犯罪嫌疑人所为 不同的是 这次的作案时间是在下午五点多 天居然还大亮 那么会不会有人在天和没有黑的时候看到些什么呢 果然民警在附近的一位老大爷的嘴里得到了线索 经过逐家逐户的走访 民警了解到 镇上有一个叫郑九金的小伙子 九月中旬刚刚从外地打工回来 但是没过两天 这个人就不见了 民警打听到了郑九金的家 他家对面的山坡 恰好就是一起按键的发生地点 而郑九金住处的院子里 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 这里满地都是线 都用刀削了 铜丝抽掉了 有壁路线 还有一些家用电器的线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窗户看过去 我们就从窗户看过去 当时窗户没关 我们就看过去 里面那个里面有个电器也拆掉了 拆掉了 里面的那个电器电线也拆出来了 就是拨在这个草坪上 然后在当时这里长了好多草 草堆里的就有那个双黄刀的包装盒 当时在这个后院 后院也是有好多线 后来我们把那个线拿出来比 也是凉了一下 跟我们当时那个盗窃现场的那些线 那长度跟长度都差不多 而且割的那种手法都很相似 所以这个地方嫌疑很大 郑九金22岁 民警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这几起案件的嫌疑人 但是他许多天都没有回来了 经过了解 郑九金没有正当职业 曾经外出打过工 但是闲在外面干活累 回来以后 他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经常有手好钱的玩 至于哪来的钱 谁也不知道 警方断定 郑九金钱的来路 应该就是卖掉电缆铜线的非法收入 那么钱花完了 他还可能继续作案 那个有线电视的负责人 就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他说信号断掉了 我说你不要动 再等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一个民用车 赶过去 正好在半楼上 那个犯罪嫌疑人员 提着一个舌皮袋 跟我们差不多一面相撞 此人正是郑九金 但是警方 从他身上所背的蛇皮袋里 只搜出了弹簧刀和老虎钳 并没有电缆的铜线 所以郑九金开始试图抵赖 当时我说你把手伸出来 他把手摊给给我看一下 他手上的全部是 因为他拉了那个 毕露线 那个橡皮屑 那个皮质的屑 那个黑黑的 都在手上 全部是黑黑的 我当时问他 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 他杀眼了 他知道这也远不下去了 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 把这些案子都供住了 在现场三百米外的 一处草丛之中 警方找到了郑九金 这回做倒戈的铜线 经过审讯 郑九金交代 他一共作案七起 倒戈线来 约有两千米左右 他卖掉铜线的犯罪所得 仅仅有数百元 但是却造成了 近七百户居民电视信号的中断 你当时为什么就是去 倒戈有线电视线来呢 因为家里一直很穷 从外面打工就没有赚到钱 回来以后 他很无奈 想搞点钱 所以就做了这个事 最终法院判决 郑九金犯破坏广电设施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当时得了一点钱 他骂那个肺盆 不知道要办这么重的 这么深 知道了 广播广播电视设施 公用电信设施 无线公共安全的 从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怎么去判断 他所造成的破坏行为是属于三到七年的 还是属于七年以上的 公诉机关指控的时候 他是指控到了 他是倒割了2080米 然后造成了665户居民 那个通讯 不是那个电视讯号中断的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证据方面 那个事实解采没出来 我们就对那个情节严重这一块 我们也没有得到 具体量化这些 所以我们就在三到七年的 纵线以下给他 这是2007年9月发生在江西会场的事情 时隔不到一年 在2008年的8月 就在全国的观众都在等待着收看 北京奥运会开幕直播的时候 远在2000公里以外 在湖北云溪县嘉河镇 当地又有人非但高兴不起来 甚至感到愤怒了 百年奥运 激动人心的开幕式即将上演 但就是有人为非作戴 让你看不成 大时来非常启愤 不管从我们一讲 在外头我们的整个街道都围满了 连警察也只有离开电视机 前去办案 查来查去查出了意外的结果 只是想说是把这个相机 到那个整线上 能看上奥运会 谁动了我的电视信号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湖北省的允锡县 多维山地 海拔要比江西会长高一些 2008年的8月8日 晚上7点多 奥运会的开幕式 眼瞅着就要开始了 允锡县嘉河镇上的居民们 摩拳擦掌的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 那一天的话我们很早就关门了 关了之后就是上楼去吃完饭 吃完饭都坐在那里准备看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节目 但是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再看着看着突然间信号就终断了 过半个小时了都还不得来 所以我们出来一看来 所有人都在外头都在吵 当时来非常启愤 不管是我们一讲 在外头我们的整个街道都围满了 都在吵 居民们纷纷拨打电话 给当地镇上的有线电视服务站 质问是怎么回事 我在这板上发现没信号 没信号我就到这儿 警方看 一看可所有旅等都不亮了 不亮了我都打电话问这个杨维正 杨维正关门站里来说是他们的信号跟镇上 然后我都采取这个 反映我系列的问题 系列给我换了两个 仍然没信号 当时所有的批评和指责 都指向了广电的服务站 站长也感到很委屈 他反复的检查了所有的设备 怎么也查不出原因 最后他选择了报警 当时民警们也很愤怒 因为他们也都等着看奥运会开幕式呢 在报案的同时 广电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情况向上级单位也进行了紧急汇报 他说他们家伙全镇都没有电视了 我就说你按照那个机前更换光机相应的光纤检查方案 那个方案错什么 他说全部按照那个方案 检查完毕了 他说现在已经淡定是光纤坏了 我根据这个情况 我也淡定光纤坏了 技术人员通过仪器检测 确定了光纤的断点是在当地腰滩河村二组 随即工作人员和民警前往现场 经过对村里献蓝的逐一排查 最终在一户农家房后的献杆上找到了断点 这次的人为破坏导致了十几个村 三千多用户两万多人无法收看到奥运直播 一方面技术人员加紧抢修 另一方面警方也在附近寻找案件线索 大概有个五六米远的地方 就是有一间的区民房后 发现了一个有一次搭纳在地下的一个线头 就有限电视的一个线头 民警沿着县找到了附近的一户村民家 当时这个家里只有一名妇女 他不知道是我们这边这个事找他 他进一步是说 就是说是你问他 奥运会节目你看了没有 他都是向我们光景们承受起来 奥运会节目 我们这个电视节目有几个月都没看成 我回来以后因为就说是没交有限电视费 就说是我们都想看这个节目 那么就是因为有限电视费没交 把这个信号切断了看不成 所以说根据他这个情况分析 他这个当时对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 对这个网络公司意义非常大 民警经过了解 年前广电网络的线杆 就埋在了这个叫燕中梅的妇女 所承包的地里 他想因此在交费上得到优惠 但是最终没有如愿 他家接入信号之后就拒不交费 后来信号被切断了 他就动了歪脑筋 扎头一次了还没有扎筒 扎不进没扎筒 扎第二次 扎第二次把扎筒了之后 中央帮我的那个壁楼线 扎到里头去 只是上次说是把这个线 挤到那个增线上 能看上奥运会议 结果屋的没有反应 我电视没有反应 说的时候当时你有意识到 就是跟你自己这个 自己把自己的线 搭在那个主线上就有关系吗 只是当时只晓得他们的墙袖 我就得入屋吧 我也没想到能影响到你们多少 这都没想到 当时一直他们插了过后来 好我都想到 感觉到是是出了问题 是犯错了 我的心里一直都害怕的感觉 2008年8月12日 燕中煤因涉嫌破坏广电设施罪 被刑事拘留 之后 允熙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 燕中煤犯破坏广电设施罪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那种情况符合在某期间 那种情况符合 刑犯规定的情节严重 七年以上 对于这种呢 就是在司法事件中呢 没有了 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个人民法院 对于这方面的出台的司法解释 现在还没有 法院在处理判施罪案件的时候 可根据当地的情况 我还 你知道你自己出发了什么法律吗 我说是 我可以犯的法律 可以接受这个法律出台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一位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胡伟欣副主任 一位是国家广电总局法规司的 祝燕南副司长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在祝司长平时的工作时间当中遇到的 各地反应上来的情况这样的多吗 这样的案件应该说 在破坏广电视设施罪的这种犯罪行为里面 还是占的很大比例的 他的这种行为 这就和一般的在商店里面盗窃电来 他的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他所盗窃的 盗戈的 正是使用中的广播电视电来 我们都知道广播电视设施 它在平时是老百姓了解国家大事 世界大事 获取生产生活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 如果他要是断了 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刑法是把这类犯罪 是归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 我听不到广播了 这一晚上看不到电视了 没多大事 万一这晚上要出现了突发情况 我就可能收不到最重要的信息 可是刚才我们看到两个案例 它的判决结果也有差别 因为缺乏司法解释的具体的明确的标准 所以各地法院在量刑 包括我们的公安 司法 方方面面 检察院在起诉的时候 导致了大量的案件 无法起诉 无法立案 无法判决 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一个犯罪分子 你就是到一厘米 一毫米 它也是造成了广播电视信号的中断 但是法院如果以一般的盗窃罪 以经济损失来衡量的话 这个刑就不太好判 这种量刑就不能够仅仅 以很小的经济损失来计算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 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危害公共安全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第124条 对于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 什么是造成严重后果的 这些法律中都没有明确 这次我们最高法院6月13号 颁布的司法解释 对于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 什么是造成严重后果 对这些都做了明确 2011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破坏广电设施等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 此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中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什么情形属于危害公共安全 什么情形属于造成严重后果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需要司法解释来规定具体的量化标准 新初台的司法解释 明确了本罪的危害公共安全 和造成严重后果的几种情形 明确了相应的定罪量刑标准 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两起案件 都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案件 广播电视设施又叫公共设施 这样的设施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法律又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维护自身权益 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责任和义务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我们平安幸福的生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金融说法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有没有事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